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那今天台服的更新呢 一样是一头拉枯 不过这些内容 我相信大家有在看韩版直播 和我们的这个改版消息的 应该大概会有所理解 因为这次的改版 其实在韩版也差不多是前后的事情而已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是改了海贼岛的前半段 那这个改版呢 其实大概大家留意一下 因为他现在有用很大的这个围墙 把海贼岛的这个前半段 把它分隔开来 这个大家如果之前有用什么习惯的走法的话 这个大家要绕一下新的路线 再来呢 在省电模式的部分有优化 就是你可以在省电模式里面 看到这个圣物 还有这个娃娃的一些收集的这个状况 然后再来光之肩甲有新的 就包括了成长的还有蓝龙的 那高级商店新的 这个不以置评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些内容 那这里也要顺带一提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台版到底什么时候会改版 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多人在问啦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台版 什么时候会改版 好来首先第一个就是光之肩甲成长活动 这个我们先看下面 他这一次有让你保底制作的 就是如果你要做加7的成长肩甲 或者是加6的青龙肩甲 这两个能力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这个保底制作是不一样 毕竟这个就像是这个T恤一样 所以来我们来看上面 他这个礼拜有出这种光之肩甲的成长箱 一般的就是400钻跟11个的4000钻 然后还有出这种青龙肩甲 但是重点我们放下面这边 如果说你要做青龙肩甲的话 我们看这个 现在有这个1000钻拿4个 然后这个买完之后 可以买下面这个2 这个特别箱是2 好这边的话 直接上面4个买完 这边1200钻 可以让你买到一个加5的这样子 这个是针对这个青龙肩甲的部分 好那下面这边呢 就是开启一些组合包啦 这边是独立的 就是下面这边1234 这几个是渐进式的 所以你要1买完才能买2 然后依此类推 所以的话 如果你要弄这个 像下面这里有这个制作保底的话 你就要去买这种光之成长肩甲箱 青龙的 好那青龙的话就是在这边 光之成长肩甲箱青龙的 就是这一些这样 所以你要制作青龙的保底肩甲 还是成长肩甲都有 那另外有一个常态的就是 加6的光之成长肩甲 你可以用20个光之成长肩甲箱去制作 好在下一个部分呢 高级商店更新 其实这个就跟之前 他用这个带子去卖的方式 是一模一样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不再特别一讲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海贼岛 他这一次海贼岛 除了刚才的地图更新之外 还新增了一个活动 就是你只要在活动时间里面 消灭100只海贼岛怪物 你就可以去拿到这个补给箱 那这个补给箱呢 跟你从BOSS身上达到补给箱 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里面至少要给你一个莱姆9 然后几率拿到下面这些东西 好在下一个是龙子宝箱 这个你只要消耗100片叶子 就可以拿到这个龙子宝箱 那龙子宝箱开起来之后 你一定会拿到龙子圣水 还有一个闪亮的成长药水 就是经验加10%的这个药水两罐 那这个话每天每个角色都可以去领取 所以你的分身流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啦 再来艾斯卡洛斯的旗志战 这个旗志战的规则跟之前也都一样 15级以上选盟就可以参加 那占领之后的各阶段奖励呢 包括这里哦 像这个有这个经验值10% 15% 20%的 那最后6小时的时候呢 会给你一个占领箱 这个大家就自行去看一下 在龙子杀肉呢 这个是在奇艳村庄里面找NPC去购买的 一样哦 开起来之后 你买完这个龙子杀肉箱 它会给你龙子杀肉 或者是高级杀肉 其中一个 如果你拿到龙子杀肉的话呢 就是福内副本经验加100% 不过要用这个的话呢 我是建议去艾比诺盆地啊 这个效益是最高 那如果你拿到高级的话呢 就是跨幅的副本经验值100% 好在下一个部分呢 伊娃抽卡包 这个礼包基本上平淡无奇 但是有一个最值得大家去弄的地方 就是500赚可以换到 8个潘朵拉收藏碎片的这个制作 终于来了 所以说如果你要拼这个潘朵拉收藏碎片的话呢 这一个东西你就直接买它就好 至于上面这个礼包 如果你有需要其他东西的话 也是可以加紧去买一下的 只是重点呢 放在这个制作凭证可以直接去做潘朵拉的收藏碎片啦 再来下一个沙哈特别祝福箱 这个是台币包890的 里面给你一个柴火选择箱 还有三个硬币的选择箱 那柴火选择箱呢 你可以获得下面的其中之一啊 那这个视频保护卷呢 它未来可以制作一个 好像是加7的保底的这个印章的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大家要看一下这个视频保护卷 有没有要去留一下 那其他的话就是一些抽卡啦 给大家大抽特抽的哦 好 再下一个呢 雅丁商人交易品 这个的话呢 卖你的主要是上面 这个粉卡的部分 总共会给你五张粉卡 还有300个龙钻 那这个粉卡呢 你可以去选择 看你要教堂的西游记的 还是挑选的 你自己去选 看你缺什么 你就选什么这样 这个还不错哦 再来宙斯的资源箱呢 这个就是小 给你小玩一下 里面有一个柴火选择箱 还有一个神秘的抽卡包 这个的话价格是300 有需要的话 大家再去看一下 好再来清隆的成长资源包 这个就是冲等包 基本上 它跟你冲等包 之前我们在买的冲等包 是一模一样 只是内容不一样而已 那当然这个价格呢 比起该办的时候冲等包 也是比较便宜 1200篮状 可以拿到一个冲等药水 神秘卡的选择箱 15天的龙珠战斗卷 所以这个适合分身的 小资玩家去使用哦 那这个一样可以用到80级 好再下一个呢 因那得猎商人的神秘交易品 这个是沙霸库 300块里面会给你这个 高级圣物挑选抽卡包两个 还有这个圣物制作硬币 2万个 那这个就是抽卡 也是给大家玩一玩 好再来 元宵纪念箱 这个里面哦 有光之房具 跟光之饰品 其实它给的数量 还算不少 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 它的饰品的价格算是还OK 毕竟它里面还有其他 给你这种 综合硬币选择箱三个 下面这边也是给你三个 那至于这些饰品呢 我觉得现在因为 有很多这个保底制作活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个人的想法是 如果你的运气够好的话 可以小买一下去强化 但如果你的运气 实际上都不是很好的话 我建议大家 还是从保底的方向去努力吧 毕竟保底有时候 其实还是最省的 这个看大家自己的账号运气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礼拜的周末制作 来 首先呢 这些是几率制作的 这边的话 大家就自省看了 好 这一次有蛮多这种特殊的 这种红卡的这个几率制作 你看格斗家的荔枝 还有这个伯爵安托里 不好拿到 兔子少女居情爱尔芬 这些比较稀有的 这种红色卡片 也是可以挑战几率制作 几率的话应该是1% 几率的话是1%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周末制作 这礼拜有一个 也是几率的 在这边 就是这个 纳格巴斯教堂 如果你说你不想 拼卡片的话 你想要直接做 那你可以挑战一下 不过这个几率也是不高 毕竟他用48,000个 这个变身币 就可以去挑战制作 这个几率也是不高 那其他内容呢 之前都有出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再特别讲它 那这个礼拜呢 在改版维修之后 一样会有一些 保底的饰品制作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有些保底的可以制作 像这个加4的戒指 手环 耳环皮夹克加6的 还有这个 祝福的印章选择箱 都是一些粉末 再加上一些名誉币 就可以做出来 这分身你也可以直接拿去用 就是用分身去制作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 现在很多饰品 都可以采取这个方式去制作 那至于要怎么弄 就大家自己决定啦 好 最后呢 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太多人太多人在问说 到底什么时候要改版 其实我觉得台版玩家 可能已经忘记 当时是什么改版了 因为现在改版 台韩版其实拉得很近 以至于大家觉得很久 来 通常来讲 天台卫的改版是一季 也就是说三个月一次 那台版的改版 上次是12月13号 也就是说 如果你往后算三个月的话 差不多就是在3月13号嘛 那现在才2月21号 还不到 但是已经快到了 大家不要急 因为这次改版真的没有如同 大家可能心里面所想的 拖很久啊 如果你是用 韩版的时间来看的话 你当然会觉得很久 因为韩版呢 再多两个礼拜 多两个礼拜 距今可能就是要一个月以上 但是没有啊 台版的改版时间 是12月13号 所以套过来到现在的话 台版的更新时间 可能会落在3月13号 但是 下个礼拜 很有可能就已经会先看到 下次改版的预告讯息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要跟大家讲 台版的改版是真的 原本就还没有到那个时间 第二件事情就是 如果要关注最新的改版情报 请记得按赞订阅我们频道 只要有最新消息 我们就尽快的跟大家讲 好 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